真的是一点也不意外 今年A股又是领跑全球的一年 你看融资第一 跌幅第一 股民薛馈第一 虽然全球股市平均涨幅已经超过5个点 只有A股是下跌的 但是这一点也都不影响我们继续保持全球第一的记录 今年前11个月 A股的融资规模达到了9358.7亿 虽然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9.52% 但是继续领跑全球 IPO的融资额商交所第一 IPO数量深交所第一 那商交所和深交所继续保持全球第一第二大证券交易所 而且还没完 还有700多家公司在排队 截止到11月28号 呼声北三大交易所在申报的项目有728家 怎么样是不是有一种深圣的无力感啊 最近地产跟银行开完座谈会 又跟商交所开会了 村里说要支持房企融资 并购重组 看完我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又要咱大爱的股民买单了吗 如果我没有记错 上一次某个地方说要兜底房企 银行股硬跌了很久 如果村里面只是支持房企重组倒是还好 如果是单纯的融资 大家还承受得了吗 就在11月30号 保隆地产又爆雷了 这个雷一个接着一个 我们兜得住吗 是不是国资进产更为妥单呢 今年呢 之所以大家惨是因为前两年报团的新能源为首的基金中产股跌的太多了 局部的科技机会呢 大家又都把握不住 希望最后的一个月上面能给点力 让做空盘少一点 让水深火热的股民来拨回血行情吧 以上信息仅作为学习交流和知识分享之用 不作为投资建议